很多這種APP都變成叫做 約炮神器 有用過的 Amy 剛開始會想要用是因為 那時候失聯 然後你就覺得空虛寂寞人 然後你就用那個APP 然後你就發現 很多男生like 你就一直配對 就好像你得到關注你知道嗎 我變成一個萬人迷 然後從失戀裡面的那個谷底裡面 那個信心一點一點的拉回來 對 然後他們就是跟你聊天 還會跟你虛寒問暖 有些更誇張 還會稱讚你說你長很漂亮 什麼這類的 OK 所以最快速度 什麼時候就去他家了 當天 見面當天 見面當天 OK So have fun Had a lot of fun 而且是跟世界各國 聽說你在差國旗喔 不是 因為其實我的外型來講我覺得 對於台灣男生來講 比較他們比較不太可能 不太喜歡我這種外型的吧 可能是我自己的偏見啦 但是真的 但你是外國人的菜啦 對 因為我跟你講那個APP上面呢 有台灣人也有外國人 我只要那個like那個台灣人 我永遠很難得到那個 他們like like我很難配對得了 但是我只要like外國人喔 百發百中喔 我不跟你們開玩笑 是真的 所以我也不是故意的啊 就是市場使然啊 對啊所以 你說多少國家喔 大概有四五國吧 四五國 就美國啊 澳洲 法國 西班牙 中東 德國那一類的吧 那最久是約多久 最長的有一個約會約了大概三個月 嗯 但是我真的後來受不了 為什麼 不是因為 其實我覺得 所以哪一國的雙宇宙 都一樣很難搞對不對 對 他是宇宙的定理啦 他是一個美國人啦 我覺得他當為朋友是很好的 因為他會跟你分享他的心事 可是如果是男女朋友 或是要進入那個關係 他跟我 給我這個東西我覺得壓力很大耶 如果我跟你變成男女朋友 你每天都跟我吐這個苦水 我要怎麼解決啊 我有多累啊 所以我就決定 我們要不要做朋友就好了 那妳現在還有在用這個軟體 找那個床伴嗎 其實我沒有 一開始我真的真心想要找男朋友的 對 只是後面都變床伴 就像剛才那個老師說的那樣 那妳有遵守床伴規則嗎 就是 就是 我好吃不黏牙 不黏牙 不黏牙 她家的諷刺是鬆魚座啦 好吃不黏牙 我不會去煩人家的 因為我覺得沒面子 對對對 雙子 獅子座真是才愛面子 那他們會再回來找你嗎 有啊 也有固定回來 就是有一陣子 有回來溫習功課的 對 老主顧就對了 有老主顧這樣子 有老主顧 但是妳就不會想像雙雙那樣發展成婚姻關係 對不對 對 我對婚姻我沒有嚮往 可是我想要就是 談戀愛 對阿德 這樣的一個心情是什麼 其實我覺得這樣的心情是蠻好的 因為我覺得說 人跟人之間的關係 如果要追求一種愛 是要越純粹 這愛才越有可能 這個純粹就是說 沒有沒有沒有 可是等一下阿德老師我差一句最 因為他剛才講的是 他是要去 他不是為了找床辦去的 他是想要發展一個 談戀愛的 可是談戀愛裡面就會有 分享也有分擔喔 可是當那個雙魚座的美國人 要跟他分享跟分擔的時候 他是拒絕的喔 他是拒絕把心打開 我告訴你 有些時候為什麼 腿可以開心不能開 我告訴你為什麼 因為腿開呢 比較容易得到回饋 所以我覺得說 你為什麼會那麼快就轉變說 從想要找一個伴侶 到就覺得不要 為什麼你終於發現就是說 其實雖然每個感情 可能都是短暫的 可是都沒有傷害 這倒是真的 就是你每個都還可以在 就是變成老朋友再見面 你說離完婚 你還會再見面嗎 因為其實我覺得那些男生 我們雖然都上床或什麼 可是我不覺得他們是壞人 是 我跟你講人跟人之間是在純粹的時候 他的價值 他給你的幸福感才是真實的 所以你要非常非常的保護這個純粹 對 好 要鼓勵我要再下載下來嗎 我一定不晚了 等一時請說 那只要有個人跟我上床 他跟我就是純粹的愛嗎 有這麼簡單嗎 是啊 你知道為什麼會變不純粹嗎 其實會變不純粹的原因是因為 就是之後 完成了之後的渴望改變了 因為你還想一想就是說 其實我不建議大家去談戀愛的時候 太慎重 因為這不是在關心愛 都是夾帶很多條件 但是我想問一下 等於是就是說 你看他空虛寂寞 可是呢 他其實是內心非常需要 那個感情的這一塊的一個 對不對 一個實現 可是一旦有這種要敲門的時候 他是退縮的 對 為什麼 我覺得很多人在失戀之後 可能轉向網路的時候 那時候都有一個想法是 我要在另外一個世界 又另外一種方式 重新玩一次 所以在那裡面 有時候會變得比較奔放 然後覺得不要像本來那樣子 不要付出那麼多 就像阿德講的 心不要打開 那以前腿不太開 現在可以比較開 就是會有一種想要 重新活過一次的感覺 因為他是失戀之後 才去進入這個 虛擬的交友網站 然後這個時候他就不要 因為那種失戀的痛 一定是給你很增客的 對 但是我們在這裡面秀到了一種東西 或我們看很多臨床個案的版本是什麼 就是叫換湯不換藥 就是說 你本來在你的感情裡面 可能受到一些挫折 然後你就想要放開 你想要改 可是Amy不知道你有沒有看到 當你進入網路的世界裡面 你又很敏銳的在抓 網路世界裡面的玩咖 應該怎麼樣叫上道 例如不應該黏牙 例如不應該怎樣 你這樣子很快的還是抓到這裡面上道的原則 但是如果以整體來講 我其實會關心的是說 那那個本身裡面 想要做對做好的那個性格 並沒有真的被解放 並沒有真的被改變 所以如果你真的可以解放成說 你可以享受阿德老師說的那種純粹的關係 而不是真是一種好像說 在這個世界裡面 就要這樣子才叫對的話 那我覺得祝福你 可能你可以好好的去想說 你也不要隨便被人家再綁住 可是有一點需要檢查 因為我看到很多例子是這樣 並不是真的改變 甚至到最後不知道自己在幹什麼 所以我把它刪掉了 這什麼時候為什麼突然刪掉了 我覺得我是嚮往一段關係的 然後也是嚮往就是真的 有愛這件事情 當然不能說那個約炮 你說一定是有互相喜歡 不然不會談到那裡去 但是就是很淺的 你今天知道你也不會 他不會深入到我內心 我也不會想要知道他內心的想法 就是這樣其實蠻累的 就是偶爾你也想要有一個人在身邊 然後你跟他就是 你偶爾也想要有一點重量的愛 對啦應該是這樣 有一點重量的愛 OK 好